一部獨立電影完成拍攝 其實只是一個開始 公開觀賞和討論 將信息散播才是獨立電影的意義 當中推廣獨立電影的負責人 熱愛電影 肩負使命 是一班無名英雄 其實從我個人觀察來說 香港這幾年對獨立電影的關注 是多了很多 是以前來說相對來說 是沒有那麼多的關注 但這幾年可能透過獨立電影的數目 有所增加 引起了觀眾的關心 也引起了一些話題 在香港推廣獨立電影 其實也很需要戲院來支持 電影中心是透過一些 特別放映的方式 去將獨立電影可以推廣出去 包括劇情片《不能愛》 或者是紀錄片《拳彈路》 都是用這些方式 希望在電影院裏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獨立電影 不單單在獨立電影節裏面 才可以看得到獨立電影 其實他每年都會跟一些比較民間少少的獨立電影節 都會一起聯合架一些影展 那時候我拍的阿潘 他就是給某一個獨立影展 他們就在這裡播放的 去年2012年年底 香港亦多了三部獨立電影的長片 差不多同一時間 它是有《不能愛》 《N加N》和《錢彈路》 我自己覺得這三部電影都很難得 因為這三部電影都很多元化 他們的拍法和有興趣的題材 例如《N加N》是一個很關於本土地方 本土文化蔡元村的一個事件 《錢彈路》是說香港粵劇 即是一些年輕人怎樣對藝術去堅持 《不能愛》是一個同志和一個職人的故事 是一套劇情片 所以在去年年底出現這三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都很欣慰 你會看到一些年輕人 他們對一些拍攝的題材 已經不是純粹 只是要拍一個我所說的虛構 一個虛構的故事 不能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但是你看到他們的角度 其實都不是坊間常常會看到的角度 或者他們對本土文化的關注 我自己覺得都是很需要的 而且他們拍出來的時候也很大膽 正路可能會拍劇情片 但是也有紀錄片在這裡 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不太適合獨立電影的創作 但是其實我們周邊 都有一些年輕人 或者一些默默奸魂的人 其實都是朝著這個方向 小小小小小的拍下 或者累積經驗 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有一個公司的人 我覺得 我又不會覺得 香港的創作是特別薄弱 或者怎樣 我都希望在這個 我們作為一個平台上面 是給多些機會 這些獨立電影的導演 獨立電影不能夠 好像主流電影一樣 大賣廣告做宣傳 他們主要是靠觀眾之間的口碑 和座談會 而回叙這班觀眾 人性化的電影院 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香港喜歡電影的人 我相信拍獨立電影的人 我想他們都會喜歡電影 其實對這個戲院 都有很多感情 因為我們和其他地方不同 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有一個會員的制度 這間戲院成立的時候 都是希望中間做一個橋樑 就是電影一出戲拍出來 觀眾看的時候 可能是需要一些輔導的工具 或者輔導的場合 令他們更加了解那部戲 所以由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會有一些導演的座談會 邀請導演來分享 或者影評人去怎樣分析 或者欣賞這些電影 我們這班會員 經過這十幾年的培養 他們其實對電影都有要求 他們自己也是很熱愛電影 我們很多時候 都不需要怎樣多作介紹 或者銷售一套電影 他們都自己會走過來 敲門去找 或者會主動問 你有沒有這部戲放 為什麼你不放這部戲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都 跟我們的觀眾會員 有一個緊密的溝通 很感動的就是 我們放完一齣戲 由十二點多開始放 開始說了三個小時 即是三個小時在這裏分享 接著會員是不捨得走的 還會隨著你再繼續在這裏講 或者是有一些年輕人 就是他本身是讀音樂的 即是夾樂隊出身 但是來這裡看電影 看得多 他會直接轉了行 去了台灣讀電影 現在就直接在一個圈裡發展 在我們這裏跟我們一起成長 其實也有很多熱愛電影的朋友 尤其是我在這裏都做了十數年 其實都見到很多 撞回一些朋友的時候 咦?你不是那時候那個人嗎 這個地方是跟很多有心人 其實是建立了一個無形的關係 我相信有些人曾經來過這個地方 他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或者是曾經對他有很多啟發 或者是令到他自己走到另一條路 雖然是說推廣電影文化 但是其實和會員之間 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自己覺得是更加重要 我自己覺得 還有這件事才對那個人 是覺得是更加真實 和更加是 真是心中心 你會有一些感覺 有一個感情 我自己覺得 戲院是應該發揮這個功能 instead of一個買票買票的關係